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示 希望与大陆高层共进晚餐 传递出了何种信号呢 大陆方面又如何回应的呢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呛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近日表示说 他希望与大陆的高层共进晚餐 并且借此机会表达两点意思 一是让大陆放轻松一点 不要有压力 二是人民福祉最重要 和平对两岸都有好处 在5月30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彭博社的记者就此询问中方做何评论 我们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 他对此不做评论 同时毛宁还强调了一点 说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 台海和平稳定的话 关键还是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赖清德不仅是民进党的主席 他也是台湾2024选举 的候选人 从目前的民调数据来看 赖清德正在占据优势 或许也正因如此 赖清德才敢如此的高调表态 不过从他表态内容来看 属实有一点自信过头了 首先咱们要说 大陆高层人员不是台湾政客 想见就能见的 其次赖清德现在只是暂时在选情当中占据优势 明年能否最终的当选还有很大的悬念 现在就俨然一副台湾领导人的口吻 向大陆进行喊话 显然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由此可见 即便他将来成功的当选 也很难为两岸关系打开新的局面 西方媒体记者 拿这件事情向外交部提问 同样也是不怀好意的 明显是想借此来模糊台湾问题的性质 让中方陷入他们的话术陷阱 不过发言人毛宁是一眼就识破了对方的用心 直接道出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不争的事实 不给对方任何的可乘之计 同时毛宁也正告民进党当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台海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得到保障 赖清德做出此番的表态 当真是在为两岸和平发声吗 那当然不是 他其实只是想以此来树立自身的和平形象 赢得岛内民众的好感和支持 毕竟自从宣布竞选以后 作为一个蛮固的台独分子 如今的赖清德 已经几乎不再明确的提及什么台独了 而是与岛内多数的政客一样 转而高呼和平 原因也很简单 不管是他自己还是民进党 其实都已经意识到 就是岛内民众虽然说极少支持统一 但台独也不再有市场了 在两岸问题的论述上采取折中的说法更为稳妥 虽然赖清德也喊起了和平口号 但是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的台独底色并没有改变 一边强调要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务 一边还试图介入台湾问题的外部势力保持着勾连 那如此作为很难让人对他两岸主张抱有任何的期待 在近期的一场活动当中 赖清德在自诩为和平主义者的同时 坚持认为两岸互不隶属 还要坚决的捍卫所谓的台湾的主体性 此外他还狂妄的叫嚣 说台湾的未来应该有2300万台湾民众来决定 拒绝统一的险恶勇心是昭然若揭 而可笑的是听到赖清德如此表态之后 一旁的郭台铭竟然还表示很高兴 听到他对于和平的期待 并且希望赖清德能够研究他所提出的和平宣言 赖清德假借和平之名 请拒绝统一之时 却得到了郭台铭的赞赏 这只能说明台湾岛内政客 无论属于蓝绿白哪一个阵营 在巨统的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无论是哪一派上台 都不太可能推动两岸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两岸统一最终还是只能靠我们自己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